2015年12月 一个美国大学生开心的去朝鲜做跨年旅行 然而旅行结束后 他没有和同伴一起回来 而是在一年半以后 以植物人的状态从朝鲜监狱被释放 更离奇的是 在被抬回美国的一个星期后 他就在家中不幸去世 这个大学生究竟在朝鲜经历了什么 今天我们讲讲奥托瓦姆比尔的故事 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 封闭而又独特 也正是因为这点 很多人想要去这个国家一探究竟 其中也包括 让朝鲜人民深恶痛绝的美帝 本期主人公奥托瓦姆比尔 1994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2015年还登上过福布斯杂志 奥托从小品学兼优 曾在高中毕业典礼上 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弗吉尼亚大学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 以后华尔街注定会多一名精英 女孩眼里也会多一位高富帅 2015年12月 还在上大三的奥托 通过一家名为青年先锋的旅行社 预定了去朝鲜的跨年旅行 这是一家由不靠谱的人 创立的不靠谱旅行社 其理念是追求刺激和放飞自我 网页上的宣传口号是 花很少的钱带你去妈妈 不想让你去的地方 旅行社的创始人是一个英国人 叫加雷斯约翰逊他经常在朝鲜喝得烂醉如泥 闹出各种乌龙事件 比如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玩倒立 这是京市家族的陵墓所在 还有从快速行驶的火车上跳下等等 这样的旅行氛围让奥托产生了一种错觉 在朝鲜可以为所欲为 12月29日奥托跟着旅行团抵达朝鲜 他们下榻在羊角岛国际大饭店 这个饭店专门用来接待外宾 普通朝鲜百姓是无法进入的 它建于1995年总共有47层 里面的装修富丽堂皇 号称是朝鲜最豪华的酒店 其实这里大有文章 首先它的悬址很巧妙 远离市中心 位于大同江的羊角岛上 这样可以避免游客到市区乱场 其次饭店建在小岛的最北部 三面环水 唯一通往外界的只有一座羊角桥 这座桥就好比是一幅当官 万夫莫开的天然屏障 游客一旦进来后就休想擅自出去 而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上岛来 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 外国游客和当地百姓接触 而且游客住进酒店后 导游会把护照都收走 说是办手续 其实就是扣押 简而言之 一旦进了羊角岛饭店 基本就等同于软禁 当然羊角岛饭店最出名的 还是其诡异的第五层 酒店共有八个电梯 但是所有的电梯 都直接从四楼跳到六楼 也就是说 有一个神秘的五楼 是禁止游客进入的 而这正是奥托出事的地方 有一些好奇心重的人 就偷偷去过五楼 不过他们惊讶地发现 通往五楼的门并没有人把手 五楼的天花板特别低 大概只有其他楼层的一半 楼道里贴满了各种歌颂 金氏家族的画像和标语 还有一些对美复仇的宣传画 这幅画上面写的是 这是美国制的诈弹 美国制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的敌人 要向他们报复千千万万字 此外 五楼大部分房间都上了锁 曾有人推开一个房间的门 却发现只有一堵墙 另一人则在一扇门后面 发现了一个通往家层的楼梯 就是说在五楼还有一层楼 如此神秘又刺激的地方 正好契合了奥托喜欢冒险的性格 2015年12月31号 奥托和其他伙伴去参观二金壁画 到广场看烟花表演 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到了1月1日 凌晨2点左右 他悄悄地潜入五楼 开始了探险之旅 此时 奥托如果像其他旅客那样 只是参观一下 即便被工作人员发现 也不会惹上什么大麻烦 但是作死的地方在于 他撕下了一张 歌颂最高领导人的宣传海报 而这一幕 正好被监控人员发现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窃取一张海报 并不是什么最大恶极的事 即使被发现了 最多也就做一下惩戒 但是朝鲜民众并不是一般人 在这个地方 人们把金家当作神一样对待 哪怕是弄脏最高领导人的照片 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次日 旅行团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行程 众人来到平壤国际机场 准备离开朝鲜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登机的时候 突然来了几名朝鲜军方人员 把奥托给逮捕了 但是此时 大家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同行的室友还开玩笑说 看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了 奥托也不以为然 他觉得应该只是询问一下 就能放他走 谁也没想到 这一句竟是天人勇格 奥托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已是三个月后 在朝鲜政府的安排下 他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会上奥托不仅承认了罪行 还声称自己是受到了 美国政府的支持 专门来朝鲜搞破坏 如此反常的发言 可能是为了获取朝鲜的赦免 早日放他回家 不过两周后 他的希望就落空了 奥托出现在了法庭上 现场放了一段监控画面 一名男子将横幅取下 事实上 这段录像非常的模糊 无法确定 这画面中的人就是奥托 不过 这本身也是一场走行式的听证会 奥托被判了15年的劳教 罪名是 颠覆朝鲜国家政权 从镜头里可以看到 此时他的状态 已经有些不对劲 因为一场海报 被判坐牢15年 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对于为什么判这么重 在朝鲜对外的声明中 有这样一句话 朝鲜没有任何理由 对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罪犯 大发善心 美国前外交官 埃文斯·李维尔则认为 朝鲜扣留奥托 主要是想以此 打通和美国的沟通渠道 因为当时两国的关系 非常僵硬 奥托的父母得失此事 第一时间 请求白宫给予帮助 可是当时的奥巴马政府 和朝鲜当局 正处于冷淡期 此举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直到后来特朗普上台 两边关系才有所缓和 经过协调 2017年6月 朝鲜同意释放奥托 此时 距离他被捕 已经过去17个月 美国方面迅速组织了 最好的医疗团队 搭乘专机赶赴朝鲜 但是当他们赶到平壤医院时 奥托已经是植物人的状态 带队医生对他进行全面体检 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此后 一个法官走了进来 在病房里进行了一个 十分钟的听证会 这也是走一个形式 法官改判 奥托被释放 此外 朝鲜政府开了一张 200万美金的账单 要求美国支付奥托 再朝生活期间的医药费 据媒体报道 这个账单被转交给了 美国财政部 但是一直没有支付 2017年6月13日 奥托终于回到了美国 但是一周后 他就在家中病逝 法医的检查报告显示 奥托由于大脑长时间缺氧 才变成了植物人 但是造成大脑缺氧的原因是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一点 美朝双方各执一词 特朗普政府称 他们已经掌握了 奥托遭到酷刑的证据 但是这些证据 外界一直没有看到 朝鲜方面则说 奥托刚入狱的时候 吃了一顿猪肉 导致中毒 那时人就陷入了昏迷 他们一直在医院 积极地救治他 所以不存在酷刑一说 这些话孰真孰假 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 不过当时的带队医生 弗洛基格 说了这样一番话 也许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线索 弗洛基格说 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 如果镇静剂 一不小心给多了 就可以导致大脑严重受损 这就跟前面法医的检测结果 不谋而合 事后 奥托父母在美国 起诉了朝鲜政府 2018年12月24日 华盛顿特局法院判决 朝鲜需支付5亿美元的赔偿金 这场官司虽然打赢了 但是没什么用 朝鲜政府根本不会买账 此次事件后 朝鲜收紧了 对外国游客的旅行规定 旅行社都会提醒游客 绝对不能进入 羊角岛饭店的五楼 青年先锋旅行社也表示 不会再安排 美国游客前往朝鲜 而美国国务院则温馨提示美国公民 如果你要去朝鲜旅游 请务必立好遗嘱 安排好葬礼之后再出发 希望您旅途愉快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 以免找不到我 我们下期再见